哈喽我是卡安娜 我最近就换上了iPhone 11 然后我手机也跟着身上有iPhone 13 我是没有很多朋友 陆陆续续开始用iPhone 11 但是他们觉得有点用不习 我有点好像不太顺手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教大家 我自己懂的iPhone 11 还有iPhone 13的这个使用小技巧 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调Volume 我们一贯调音量都是按左边这里 从iPhone 13开始 iPhone的音量logo已经变到小小小 那如果你要一次过调大音量的话 其实不用一直在那边一个一个慢慢按 很麻烦 你只要点着它就能很快的调最大声和最小声 第二个就是平时在Safari看东西的时候 页面很长对不对 我们都会慢慢滑 慢慢滑就有点累咯 其实右边边边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吧 只要你点着它就可以直接上下拉动 你就不用一只手滑滑很久 滑到天荒地老头还没有到最低啦 它就是我家的狗 它叫做Maxi 一只黄金猎犬 今年7岁 很可爱对不对 它很贪吃 什么鬼都吃 你看你看 它又再吃了 但是身为主人的我 那也可以给它乱乱吃东西 所以我家的狗粮还有零食哦 都是在这边买的 那如果你家狗狗的家狗又那么贪吃的话 我觉得它一定也会喜欢嘛 购买链接在这边 第三就是select文字的小技巧 比如说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要回去select特定的字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手指头好像挡住挡住 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看有没有按准 那这也就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可以直接按着空白键 然后游标就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动来动去 动到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不会被手指挡住 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把第三点 这个整句删掉 可以直接点两下 iPhone就会选择两个字 再点多两下 就可以把整句select起来 就不用自己在那边慢慢拉咯 第四就是连接WiFi 用完苹果都知道 iPhone连WiFi是要自己点进去 setting里面找WiFi名字连接的 虽然右上角滑下有一个control中心 可以连WiFi啦 但是只限于开跟关 那iOS13之后就不同了啦 同样的拉出control center 长按WiFi这个格子 你就会看到 AirPlay Mode啊 Data啊 Bluetooth的选项 再长按一次WiFi 就会跳出附近的WiFi 直接connect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跑去setting那边按咯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iPhone页面黑黑的咧 这个呢就是iOS13才有的dark mode 那要怎样开这个东西 就是首先去setting 然后去display and brightness那边 你就会看到一个light 跟一个dark light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样子 dark的话就会直接 黑掉 刷Instagram变黑了 开calendar变黑了 开照片变黑了 开website上下也变黑了 那如果你爽爽想要白又想要黑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automatic 白天就会like 到了晚上就会变大 那除了狗狗的产品之外呢 如果你加养的是猫 鱼 乌龟 甚至藏鼠的话 粮食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哦 另外呢还有笼子 洗澡水 宠物药膏 猫砂 零食 还有等等等等的各种宠物用品 一样可以找得到 购买链接在这里 这个功能就很好用 平时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东西 想要screenshot给朋友看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子按 但是那边很长 你screenshot的东西就只有那么少 你就会一面一面的去screenshot 这样就很麻烦咯 其实还有一招就是screenshot了之后呢 你点开 然后你看到右上角的一个选项 叫做Full Page 你点一下 按完成 就可以把整个website的东西都screenshot起来耶 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招只能用在iPhone的原生浏览器上面 也就是Safari能用罢了咯 好啦 今天的iPhone11使用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或者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记得分享 点赞留言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或者是IG tag 我也可以哦 我是跟人家再见 拜拜 好啦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